大家好,Sunny好,今天是2019年1月2日星期三上週九點八節 現在我在這個時間幫大家主持這個淡天雪地 我剛起床大概有半個小時,然後在這裡自己喝茶 在這裡幫大家吹一下水,雖然是元旦已經過去了 現在是新的一天,又是2019年第二天的開始 剛好我之前打開這個鏡頭的時候,我就說2018年 因為我已經說了整年的2018年,結果我說錯了兩次 我重新再拍一次之後,才改正2019年 開心而知2018年已經說了無數次 現在就要慢慢習慣2019年的新年的開始 第二天,囉囉嗦嗦說了這麼多 好了,你看我,又戴帽子 穿回我媽媽,買給我這件衣服 這條帶子是小樣買的,全部都是人家贈送給我的 這頂帽子是我自己買的,兩蚊雞 這個眼鏡是我自己買的,你知不知道這個眼鏡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能大家一看上去就覺得,眼鏡沒有什麼特別 好像很一般,難道有什麼特別的船簾? 好,跟各位說吧,這隻眼鏡是我在網上買回來的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Yamazon的網站就是買了這隻眼鏡 眼鏡是不同的,這裡有一個攝像頭 它同樣是可以戴著眼鏡去外面拍錄像 就不用怕,好像拿著那些機器 那我就不戴著眼鏡 可以作為一個好像觀光客 或者是可以拍錄像 當成頭零零,但是那些鏡很快 那這雙眼鏡我買回來的時候就是 168元的,連稅也有百多元的 但我一直都很少用,用過兩次 只是我沒有真正去用這個眼鏡去拍過東西 但我看上去就很清晰 只不過它就是因為你戴著眼鏡的時候 你走路的時候,你會左右搖搖擺擺 或是說最有零的時候就顯得畫面很快 之所以我很少用這雙眼鏡去拍攝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鏡頭變化太大 它沒有什麼換衝的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戴著眼鏡 那我買回來,今天我拿出來 我告訴你這雙眼鏡是 有一個攝像機在那裡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雙眼鏡呢? 我怎麼會知道這雙眼鏡呢? 有一次我幫問我阿世勇 或者深圳的朋友去他的家 晚上去打便當時 他有個朋友,也是山頭的人 當時他就說 現在你外面有一雙眼鏡是攝像頭 但他自己買了一隻 後來他當時沒有放在身邊 他說了這番話之後 我就說話無疑,聽話有心 有些眼鏡可以拍視頻 後來我自己在網上去看 就搜索到視頻眼鏡 之後才有這雙眼鏡 我再另外在網上去看 也是搜索這方面的視頻 發現了人家拍得很好 踩一部單車 拿著眼鏡去拍 當時看上了幾好 那我就在網上訂購了這雙眼鏡回來 那眼鏡之後 我覺得看上去也挺好看 那眼鏡168元 那他有兩種鏡片 一種密鏡 我把這雙眼鏡的片 拆開之後 然後我自己再裝這雙眼鏡 有些黃黃的 這樣看上去更好看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如果你去拍視頻 的話 你進去超市商場 或者喝茶 那你戴著這雙眼鏡 這樣就是很特別 我把它換了這雙眼鏡 比較自然一點 戴不了我就是近視眼 現在很多人都是戴眼鏡 特別我講的朋友 這段時間 他不知道為何有戴著眼鏡 我問他是不是近視眼 或者老花鏡 他說是近視 證明戴著眼鏡很正常 所以如果你不是近距離 如果是有意地去觀察我這雙眼鏡 你總是會以為 一是一普平一半 誰知道有原機 有原機 即是007 現在第二 我拍示範 就是沒有裝到牙齒 不但單方機 一般相機 手機 還有很多小小的機制 Glopro 還有一些眼鏡 是不是沒有裝到 全身太攝像 沒事的 我自己喜歡攝像 玩攝影 當然在這方面 比較好奇 買回這雙眼鏡 價錢是不便宜的 其實都是相對說 加上 因為你要拍視頻 要追求那種效果 如果畫面太抖動 可能大家看上去 看完我拍的視頻 就 就不要看了 對吧 你怎麼拍的 不懂 雖然現在的相機 有什麼機 如果你沒有專門的儀器 拍攝都會有手抖 震動 雖然說有防抖動的功能 但是還是 有些 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這雙眼鏡 飄忽得太快 的話 畫面也不好 但我沒有真正試驗過 這個 或者 我會 用這雙眼鏡 去入超市 拍一拍 那些 情景 很緊張 都可以 這這麼小的攝像頭 很小的 這很小的 另外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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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而知 今天 我現在這麼多說 又有眼鏡 又有攝像頭 又有這些小的鏡頭 其實如果我出去 其實 我不用帶很大部的相機 其實很方便 還有手機 所以很方便 不要出去 但是 如果你真正是 要 講畫質 講到 拍藝術上的 這樣的視頻 單反機 是 什麼機都取代不了 但是 我這部單反機 確實是大部 我就不帶了 在室內 就是 在室內 做節目 用單反機 在外面 我才帶著這兩部機 出去 都很方便 昨天我 乖小養 出去吃飯 我是拿手機拍的 所以 那種各樣 都是很容易去拍攝的 因為你喜歡拍攝 喜歡拍攝 這些視頻 記錄生活的人 我非常喜歡用 任何一種攝像的器材 去拍我生活上的 一種記錄 這件事 也是以我 小時候 喜歡玩相機 都有很大的關係 幫我父母 有一種遺傳的 那種基因有關係 我父母也很喜歡拍照片 我從小是以文目睹 父母經常拿著 沒有相機 但是他經常去 我們廣州市的 北京路的 梅艷芳 艷芳 那些 拍照片 去 放電過節 一家人去拍攝一下 另外我 我爸爸 他讀書的時候 讀大可的時候 我看到他拍很多照片 當然是同學合影 但他都喜歡拍照 當然我喜歡 那時候我曾經有個舅父 吳舅父 在87年的時候 有部迪寶機 當時他十元元 一萬元買給我 那時候是黑白機 我不是87年 是82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迪寶那部國產相機 那時候不是135的交拳 是120的交拳 我曾經拿這部相機 去 我初中了 那個時候 用中學 去 兆慶那裡玩 兆慶七星流 那時候我就拿這部相機 那時候全班同學之中 可能只有我有相機 其他呢 他們沒有戴 那些同學沒有戴 那 那拍照 雖然是黑白 那 那 我也拍了 不過現在那些照片 我就 那時候 就遺失了 真的很遺憾 那時候 雖然是黑白 那 不是 跟現在的那樣比 但是 都是一種記憶 一種記憶 可惜 真的不見了 所以 那些照片 當時 拍了下來 就沒有好保管 那 想著 那些東西就不知道 那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真的 很特別很特別 雖然是黑白照片 但 那 現在我講一下之中 我又想起 那時候八年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初中 自從中學 那些這樣的班同學 去小慶環 那種場景 那時候有李波 還有楊潔 吳慧峰 羅少華 唐寧 這些 那些同學 關老師 這些 那些 我老袋隨後 都可以 那些老袋隨時都可以想到這些 這些名字 還有陳啟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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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起那個年代 就是 沒有相機 沒有這樣的攝影器材 所以 呃 要拍照片 真的 呃 要去拍照片 那樣 那麽 另外呢 陳啟華 這個同學 他最早是有單翻機的 那時候畢業之後呢 就曾經去過 白雲 白雲山的 黃婆董 那個地方 去小巧 那時候又拍了很多照片 那 當時是他有相機 帶著一個單翻機 是膠卷 膠鏡的 那 都拍了不少 在黃婆董 小巧 那時候剛剛 坐中畢業的 那麽約了幾個同學 那麽有鄧君 那麽 那麽 真是 看上去 那麽美好的回憶 就是一張照片 就可以勾起自己 對往事 對那個年代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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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照片呢 那麽 對 那麽 那麽 我以前拍照片黑白和彩色,拍照片是不太容易的事 但後來我一直去工作後,買了一部德國的機器 但我忘記了,都是比較漂亮的機器 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達,科技的進步 現在數碼機也有,當時數碼機其實賬數很低 擺力之後有一個影子,沒有那麼漂亮的彩色 跟現在數碼機,單反機有這麼小的機器 都能夠拍攝這麼清楚,而且它佔用的空間是非常少的 它只有一些東西,是不是很方便 可以隨時刻記錄身邊有趣的事情 和每一天發生的事情 所以有這些東西,雖然說我遠道重陽在錄產機 我都是可以每天通過這些示範,拍這六張 是否可以很快就上傳上去網絡 網絡上有這樣的,讓我們這些攝影愛好者 這些攝像愛好者,拍一些這樣的生活的錄像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平台,提供這個平台給我們方便 所以才有現在可以每天早上,每天拍很多錄像 大陸的朋友,家庭的父母兄弟都可以通過網絡可以看到 看到我在錄產機的那種生活 是否覺得有一種,雖然不可以說面對面 或者在什麼一起見面 但是通過這個視頻錄像來說 都已經可以不多不少 都可以說,起碼都可以看一看 攝影的東西就是的確 所以我喜歡玩這些視頻的錄像 是否如虎添翼,對我來說是如虎添翼 加上還有這些硬鏡可以這樣 真的不同的 我可以把這個放在這裏 放在地上 看到中間的這個東西 讓我看看 我想開心,2019年的第二天時間 在這裡幫大家吹吹吹吹吹 做這些節目,非常好玩 其實我是一個業務主持 但我又喜歡做主持 其實真正意上不是主持 應該是主播才對 主持是一個開大會議 去主持誰說話 我已經叫做主播 即是做主播員,不是做主持 可能這些是口誤 今年開始叫做主播員 但不管是主播員也好 做節目也好 但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 喜歡這些拍攝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起來床 我就說不要查 天涵地筆 無所不談 所以是一種生活上 非常好的一種 去年2018年 我已經拍攝了 現在新的2019年 我又繼續這樣去 每一天都是 幫大家見面 幫遠方的親人見面 最重要是幫遠方的親人見面 我在微信也在看照片 我一通過錄像 希望千山萬水 加上太平洋 不成為障礙 因為感謝我們的 澳聯網一種平台 給予我們有這樣的現代人 在寬帶能夠相聚一堂 真是好 你再想一下 古時候 你說坐一隻大船 來美國也要四五個月吧 半年時間 如果有動力抹達的話 你可能會三個月吧 如果你不是 就靠用那些風 那些帆 那些風吹 那你太吹 吹一年都沒有吹到這裡 你說 如果真的飄洋過海 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但你那時候的書信 又沒有那麼方便的話 那這封信 如果是寄去我們的大陸 一來一回要成兩年時間 那是甚麼 那現在不一樣 那現在不一樣 那現在我早上在這裡 那大家吹吹吹吹 吹吹吹 那一會兒就發上去 那馬上就說 那是甚麼 那是很快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 特別是 昨天晚上 就是我的廣州朋友 陳繼基 在微信那裡 幫我 音頻通話 他用微信這樣按 我接話 他很清晰 比電話更清晰 那些語音 那些微信語音 那些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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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聊聊吧 那大家知道大家的狀況 那我幫我記了 以前是 認識的時候 是87年 大家是同事的關係 那些同事 大家是從商店做過事 那些同事 那我幫他在國內 在廣州 經常喝茶 從90 90年 90年 剛才八年 八九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喝茶 的 幫我們一起去喝茶 去哪裏 都是A制 所以 一A就A了很多年 所以大家去喝茶 我們都比較早接受 AA制的方式 去哪裏 當時很少人是AA制 認為這麼好消氣 今天我請你 明天我請 但那時候我們已經這麼早 已經是AA制 由於A制 分清了銀子之間 大家相信這件事 大家出去叫 很平常的事 有時 阿基有空的話 出去喝茶 我又去喝 把AA制 有時我自己 沒事的時候 阿基去喝茶 那時候大家踩單車去喝茶 那時候去哪裏喝茶 就是敦煌公 敦煌公 敦煌公是最熟悉的 喝了兩年 之前 又去東南亞酒店 還有東光之珠 那個大桶 大桶你不是去喝過 泰國福祿 就是南方大俠附近 那邊的茶樓 白天鵝 我又記得 幫阿基去白天鵝 白天鵝酒店 喝茶 很早期 它落成沒多久 那幫AA制 大家去到那裏 就點 點一兩碟 小點 AA制 嘩 享受到 那時候 那些匙巾是銀的 杯是這樣的匙 其他那些 嘩 很享受 我們幫阿基說 共同口號 就是 低消費高享受 什麼叫低消費 就是說 你當時是打工 你沒什麼錢 那情況下 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一種享受 這種享受 就是一種環境 你吃的 不可以每天吃 去那裏 就是照顧看看環境 幫忙 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 飲茶 因為那年頭 白天鵝 真是一個 非常好吃的 花園酒店 反正有些我幫個A仔 才上去二樓 那裏 現在我還不記得那種情景 那種真是記憶 很難忘記 很難忘記 當時有這些攝像 爬下來的 現在看起來 是否真的 勾起那時候無限的 一種 可不可以好的回憶 可惜那時候 只是 得過聊 得過去玩 得過去坐 但又沒有去拍到什麼 現在才是靠 這個腦袋 就是 那個腦內深處 去 靠想像 靠想像出來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場景 真的 真的 一個人 不知道是否到一定的年齡 當然 現在幾個已經55歲 上去那時候 他二十幾歲 他比我大 比我大四年 那年頭 真是 非常 記不記得 他還未夠三十歲 大好青年一個 又沒結婚 我幫他沒結婚 那時候 真的很多回憶 如果不是拿這些攝像記下來的時候 你真是 只能夠記在這個頭腦上 現在不同 現在有這些事情 每天這樣 聊聊聊 每天 很多 所以好像流水線 從早 錄到晚 說知他有沒有什麼 反正 提供這些平台 這些照相器材 你錄多也沒有房 生活本身是很簡單的 不是說我一早就不拍這些視頻 而是去海邊 或者去一些明星古蹟去拍 那些漂亮的東西出去分享 不是的 其實生活上是真的很平淡很簡單 那種生活點點滴滴 這件事在生活上佔有你一生之中最多時間 即是因為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 人在身中很多東西是一種平淡的場景 而你真正去拍那些明山大村 總國學生那些 你只能夠 可能有一年時間 或者你 才去旅遊 一年你去旅遊 但有時候可能 很長時間都沒有出去 這樣 那你是不是 就是生活上 最緊的生活上 一種 最實際的 一種簡簡單單的 紀錄 這就是生活紀錄 反正我昨天 新年 1月1日 我幫小羊去 去旅遊 去去那幻街的旅遊 去吃飯 那裡 又既沒去到哪個風景區拍 那些什麼 只是很簡單的紀錄 所以生活上 還要記住 在簡單之中 這個簡單 能夠多一個簡單 就是生活 我先提到回憶 就是以前 PMA記 還有一件事就是讓我更加有一點 就是黃偉紅 他在八百年的時候 最早是買項鏈 當時買項鏈大的 後來換了一條金鏈 他送給我 現在我還是戴著 我戴了三十幾年 都未脫過 這條銀鏈 就是黃偉紅送給我的 這條銀鏈 我先拿出來 這件事戴了這麼多年 陪伴了這麼多年 如果是紅的 如果是看我今天這個節目 就知道了 這條銀鏈是紅送給我的 這是銀鏈來的 我一直戴在身上 我自己當然做了十字架 所以我覺得 這條銀鏈 其實對人的身體健康 也有很重要的 為什麼 有時候你看看這條銀鏈 是不是黑 黑就有一點毒 如果你戴一些銀鏈 戴一些銀鏈 能夠黏黏亮的 越大越亮的 這條銀鏈 是否證明 你身體上發生的 汗水 起碼不會濃度很大 那些銀鏈 才能夠拔 如果你越大越亮 那些銀鏈 就是一個健康的情語表 我不知道他什麼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紅哥 那些銀鏈鏈 還有一個張榮強 就是阿強 阿強 家長也是幫我 大家童年出生 我給他第一天 一樣是朋友 現在他還搞到 好像香港好聲音 我經常在微信 那個朋友圈裡 看到他 對這些 在娛樂方面的事情 也是很有特別的地方 另外阿斌 廖偉斌是個月秀公園 不是 月秀崩館 是月秀崩館 是月秀崩館 那種 大家是同事關係 87年的時候 真是阿斌 我也是記憶 即是記憶之中 大家都是十幾歲的時候認識的 所以現在你 就算沒有見 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其實一見到面 都是這麼熟絡的 吳藝鋒這些 那時候是軍總醫院玩的 大家的時候 我有去他家 其實都是很熟的 還要去他那個地方 有時就放學 去他那裡玩 去他那裡很多樹 摘羊土仔 這些就是 這件事 等我下一次 有這樣的慶祭的時候 我會詳細地說一下 我幫你 吳藝鋒的同學 那種點滴 他就說 真的很好吃 他到我摘羊土 那些羊土很小 但吃到口裡 就很酸很酸 很酸很酸 所以說很多記憶 記憶之中 現在我把這些 現在我在陸上記憶 所有的每一天的生活 以用這些陸上記憶來拍攝 這樣也是一種記憶 以往的記憶就是在腦海之中 腦海的記憶 現在我把這些記憶 化為這些陸上記憶 其實我覺得 北京是以往的 腦海之中的記憶也好 現在拍攝錄像的記憶也好 都是一種尼足珍貴的一種形象 本上是自己一生 本上是自己的人生路上 不可缺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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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什麼 一種什麼 一種記憶 一種感覺 一種溫暖 OK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可能會出去橫街喝茶 現在你先在那邊 先站多喝茶 待會你會去喝茶 今天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我多喝醐